朋友聊四季 天天龍更新 大家好我是Rey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競技場大師第七屆的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MBL MBL是我們頻道中的常客 也是我們的 常勝軍 阿茲特克人呢 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 是有村民的採集量 都會多加3 所以不管是採木頭啊 食物 黃金 石頭 都會有這個多加3的效果 可以讓他這個採集的效益增加一些些 那阿茲特克人最特別的東西 是他的森鋁 每點一個科技都會加5滴血 到後期全部點滿可以到95滴血的 這個浩克 森鋁 非常的硬漢 那阿茲呢 最特別的東西有這個步兵 這個步兵呢 可以加非常多的攻擊力 這個 戰爭龍冠的科技 可以讓他的攻擊力加大概4攻吧 哇 非常高 那阿茲特克也有3攻 所以就加到後面 這個棒棒顆老硬 3的都是非常頂天的 雖然他沒有疾病 但是長槍兵戳小也是巨痛的 那阿茲來說 他是科技比較落後的文明 沒有火炮沒有火槍 基本上火氣什麼都沒有的關係 所以只能出這個 重型投石車喔 去做個應對 所以我覺得對於阿茲特克這個文明來說 前期的快攻是滿重要的 然後盡可能不要打到後期 變成Poke戰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你要一直跟對方互打的話就很痛苦 但阿茲雖然沒有這個強大的攻城器 但是他有這個銀罐紫毛器的效果 可以讓他的戰矛兵加一攻射程跟一點傷害 就讓他變成變成帝王戰矛的概念 只是血量比帝王戰矛更少一點點 我覺得阿茲特克人玩起來算是蠻頂盡的 至少有A級以上 就是根本是A4級之類的文明 在很多地圖來說都是這樣子 全能型的 但是他海戰不太行啦 也沒到全能啦 就是基本上所有地圖來說適應度都是蠻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兵工廠的科技還有工程器製造所的科技 食物消耗量都是減半的 所以他前期點一級攻只要75L 防禦也是 非常便宜的一個路線 不管是要後期要出這個大衝車 也只需要500L 所以保加利亞人盡可能要打這個強軍士 會對他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是在競技場來說 前期要打強軍士是很困難的 而且效果可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保加利亞人 這個要到後期 可能要多插這個銀雷 讓他自己打出科技 只要一直用銀雷去控圖 可能可以控到一些不錯的效果 那我覺得保加利亞人後期 可以打的路線也算蠻多的 不管是要打這個保加利亞奇兵 或者是這個快刀落馬 或者是打這個馬攻 都是蠻適合保加利亞人的 那後期有這個協議雙手 雙手劍兵可以打 所以步兵馬攻還有騎兵路線 對保加利亞人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接下來看起來 保加利亞人的一個走向 會算是一個很正常的24P 點這個城堡時代 但是保加利亞遠遠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他有可能會變成24P 或25P再點 不然變成25P了 那經濟場有個細節 就是可以不用點織布技術的 不點織布技術的話 可以讓你更快的上到城堡時代 好 那這邊是決定25P 點城堡 點封建 26P 哇更晚 明chester他可能也知道 自己沒有經濟加成 可能要晚點上 才會比較容易 可以順利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 你越往上封建時代的話 你村民就越多 在你升級時代這段時間 多出兩隻村民的採集效率 經濟會再更好一點點 好 那NBL這邊是很標準的24P上 那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通常都可以24P點 然後點一下四級 跟兵工廠 或是馬舅 射箭廠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讓他晉升到下一個時代 好 那NBL這邊就還在選點一級伐木 他不怕肉不會夠嗎 這裡也差100肉 點一級伐木肉就不夠了 你尷尬了耶 NBL 他封建時代 偷點 結果上不去 唉呀 OK 最後還是點上了 大概慢了多一批吧 這樣其實不太好 這個NBL有點小小失誤 其實他不應該點一級伐木的 當然點一級伐木好處就是 他現在伐木效率很好 好啦 那就是 選擇的問題 有些人會想要急速上城堡 那他想要讓自己伐木經濟好一點 就先點伐木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講實在的 好 我在獵人這邊點到城堡實在之後 瘋狂按了一堆刺猴 那他這邊刺猴 待會要存一下150肉 待會要點下輕奇兵的升級 那刺猴複打的情況下 是要升輕奇兵才打得贏對方老鷹 因為老鷹到城堡實在傷害會變7攻 傷害非常高 我們來看他這變身 4加0之後變成7加0 變7攻的傷害 輕奇兵是打得贏的 但是刺猴是沒辦法 所以這邊要趕快先升輕奇兵 然後1攻趕快點 2攻的話可以考機會點 但是2攻需要黃金跟肉 所以消耗量會比較大一點 但我是覺得在競技場來說 保加利亞是可以考慮點一下的 好這邊兩個互打的一個結果 是MBL剩下3隻老鷹回家 兩位是2換2離結果 保加利亞人現在還沒有點品種的關係 所以血量跟老鷹其實差不多的 這邊產血的輕奇兵回家 讓升旅去補下血 然後剛產出來的輕奇兵 再出去換 看能不能抓到對方的升旅 好那這邊打法算相當標準 是2TC 然後修道院 做一個搶生物的動作 然後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經濟 MBL也是非常標準 雙TC 然後修道院 但這邊是雙修道院 這個又不太一樣 雙修道院的一個優勢 就是產出的升旅量會非常大量 然後攀這個神聖思想的時候 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不會讓自己的升旅數量偏低之外 而且可以快速點下其他升旅科技 例如這個宗教狂樂 果然點了 好好 那堡加利加人這邊要做個包夾 來這邊包夾看起來有點困難 上面兩隻輕奇兵也上去 這邊砍鷹刀 上面在砍鷹刀 直接收掉 mini Quest這邊的細節操作打得非常精彩 因為妳砍 universities 這個間隔 所以這個堡加利亞人 Mintrest打的還算不錯 這個前期的操作可以細講一下 那阿茲特克人的減生物還有加成 每一個生物都會增加33%的黃金加成 減到三個就如同四個的效果 所以MBL這邊盡可能至少減三個 會讓他後期過得非常舒服 會變成四生物打二生物的狀況 MBL這邊想要減最遠的生物 但沒想到已經被保加利亞人減掉了一個 所以這邊趕快回頭減加利附近的 中間這個位置也趕快去減會比較好 但現在有青騎兵在的關係 所以MBL也不太敢過去了 好這邊勝率血量來到了55滴血 非常多這邊可以先招一下 老頭可能跑不掉 兩隻都要倒地來不及招翔 老鷹過來就殘血一滴 一滴 擋不住 兩隻老頭用一隻青騎兵去換 相當划算的 好 老頭加利亞人這邊還點下了一防 反正他的攻防升級很便宜 這也是75肉而已 不點百不點 對不對 但是老鷹互打 還有這個騎士互打的情況下 直接先升攻擊一式比較好 但由於防禦很便宜的關係 所以先點也是OK的 這邊招強到一隻老鷹 效果還不錯 利用自己的機動性的優勢 招到兩隻老鷹 不錯 然後這隻老鷹想要偷鑽城門也沒成功 他們突然飛掉 這個老頭 非常的賺 兩隻老鷹直接收下 好 那保加利亞人這邊黃金有點爆 沒有繼續按這個升旅 科技也沒有點 看來是沒有打算要打升旅戰的關係 好 那阿茲這邊血量是來到55D小 基本上要砍到3到4刀 才有可能打得死 應該是4刀啦 好 那目前MBL 聖物採集的狀況 目前只拿到了一個聖物 其餘三個聖物還在地圖上 這邊可能要趕快找個機會去拿 那我覺得MBL Chester 這邊有點是半放棄狀態 他沒有很積極的想要去 狗住 左邊這個聖物 如果他很積極的話 會馬上把這些單位派出去了 但是他這邊還是有在恩情起兵 稍微還是有在擋一下 好這邊老頭稍微包住 防守 一刀 一人一刀 再一刀 三刀扛下 還有一滴血 好再用這個裡面的老頭 幫這個聖物 聖女補下血量 好這邊讓他砍一下 老頭直接死去 但是聖物飄進來了 圍牆裡 哇這個相當的細節 這個是玩家們都知道的一個小細節 就如果很 從前到我都在玩CD 我都知道 其實這個圍牆是可以穿牆進去的 聖物的部分 那CC裡也有一個打法很特別 就是把這個城樓蓋在這個邊邊角角 你的村民是可以進去城樓裡面 然後偷渡進去 還有這個廖王塔 記得也是可以吧 一般廖王塔也可以 反正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可以穿透這個10牆 這個是競技場的一些小小技巧 但對新手來說 打新手有用啦 打這些高手 這些戰術 就偏的有點 有點在自己在扮演小丑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 你想要虐菜的話是可以用的 好那目前 VChester 這邊是4TC 開農 後面補下大血 好那MBL把第4個TC蓋在外面 這邊準備點下地龍時代 時間點只差一點點而已 黃金稍微買賣一下 甚至不用買賣喔 直接靠著黃金慢慢踩上去也是可以喔 稍微反面繼續按嘛 好那寶甲利亞人 這邊是點下的手推車 這邊手推車按時間還不錯 80幾春按手推車是經濟效率最大化的時候 那MBL這邊點下地龍時代之後 也要趕快補手推車喔 才可以讓他自己進去更好一點 好那看起來 寶甲利亞人這邊的清騎兵戰術打得還不錯 銀雷開始往歪差 那銀雷這個 這個寶其實用起來非常強大喔 他只需要城寶的半價的價格 然後傷害卻跟城寶差不多 雖然血量也只有城寶的一半 但可以生產寶甲利亞騎兵 雖然沒辦法升級金銀罐喔 但以控圖來說是相當強悍的一個 堡壘喔 甚至比這個箭塔還好好用 傷害更猛 而且箭矢量也夠多 好 寶甲利亞人這邊要先趕快到處殺 有 明確實在這邊很知道 自己要怎麼發揮自己的優勢 OK寶甲利亞人的控圖優勢展現出來了 你蓋一棟城寶我可以蓋兩棟一類 好 控圖的優勢 非常的明確 好 那MBL這邊居然沒有先點 手推側喔 可能是有點忘記或是木頭不夠多喔 所以這邊還在爆一下經濟 先勝了一下步兵防護力 好 但農田也是一直傻 一直導致他沒木頭 所以現在MBL要點手推側有點困難 但是寶甲利亞人這邊早就已經點好了 經濟也開始慢慢起飛 但是他居然忘記點二級木 難道這是伏筆嗎 二級木沒點很傷阿 二級農沒點我覺得還好 二級木沒點就真的很吃虧了 好 那目前看起來MBL準備上到地獄的時代 兩邊也沒有再打一些奇怪的戰術了 那寶甲利亞人這邊是選擇要打寶甲利亞騎兵 那寶甲利亞騎兵這個單位最麻煩的地方是 對方出擊兵跟長槍兵喔 還解不乾淨喔 那個長槍兵解完騎兵之後 他還會下馬變成步兵 拿流星錘繼續敲這個長槍兵的頭 喔 非常難受的 所以寶甲利亞騎兵針對步兵戰來說是蠻好用的 算是後面再配一點馬弓阿 或是配一點遠程單位來打 會比較好一點 或工程器都可以 那我覺得寶甲利亞人玩法 算是蠻困難的 新手玩起來會玩得有點綁手綁腳 好 那MBL也是把自己的城堡 往外幹開始要來工程了 好 這邊先砸了這個銀雷 銀雷的血量非常低 很快就可以被巨頭給清理掉 欸 但是這個巨頭 你看打歪了喔 這個銀雷的好處是 單位比較小一點 有時候巨頭會打歪 這個閃的不錯阿 好 這裡也下了一個馬盾 馬盾科技一點完之後 攻擊速度會加33%喔 攻擊速度超級快速 好 上方這邊提斯也被抓到 後面這個聖旅在後面蓄事待發 MBL這邊的佈局還是佈得很好 這隻聖旅在右側這邊去助手 好 這邊老鷹再度回來了 但是聖旅沒有空 所以直接走出了城門 這邊村民要繼續蓋 有點困難 MBL村民被抓掉非常多隻 只蓋到50% 好 這裡有三隻聖旅走不過來 但左邊這棟銀雷可能會守不下了 這裡有非常多的暴勇士 直接A了上來 村民可能也要跑 明確實的這邊有點像互相傷害 但目前比較虧的是MBL 村民數降掉了蠻多的 好 但是這邊已經升級好了 精銳暴勇士 但是MBL首推車還沒有點 看起來還是不打算點了 或是忘記點了 好 那目前經濟非常好的 保佳利亞人 15來到了1600 現在不管他要轉什麼科技 都可以輕鬆一舉轉出來 當然忘記把這個三攻三防點好了 好 先點保佳利亞奇兵的升級 他沒有打算賣一點食物嗎 食物其實有點多 好 這邊直接城保加鷹壘 雙重火力射程 直接把這些暴勇士給射爆了 他也在靠了一些招想 招想到了一些暴勇士 MBL這邊點下了二級攻 開始提升攻擊力 三防已經好了 好 這邊牙制非常強大 後面的升旅非常多 很難受 阿茲的升旅戰也是 數一數二的強 因為升旅難殺之外 這個 血量又多 血量又多 然後 再搭配衝車啊 投車 這個組合是非常致命的 好 這時候才點一下 織布技術 村民剛剛沒有織布 死超壞的 那目前看起來阿茲要打保加利亞 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即使保加利亞這邊轉出馬功 來應對對方的這個 暴勇士喔 還是可以出直毛器的戰毛兵 來反制這個馬功 所以保加利亞現在頭很痛 最好的辦法我覺得可能要出工程器 但出工程器會有問題 因為阿茲特克有救贖思想 所以會被招走 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所以保加利亞人 要打工程器的話 一定要先確保 自己的弱馬 可以全部收掉對方的森旅 才有可能做出一波反打 工程器反制的動作 不然基本上 保加利亞人現在出這個 保加利亞的騎兵 只會被針對甚至被壓制住的狀況 是比較難受一點點 當然也可以出這個 血液雙手劍兵 但是我覺得不太推薦 畢竟暴龍斯打步兵有國外傷害 轉體打下 長期下也是會虧的 所以這個是負期望值 所以保加利亞現在被壓制住 蠻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MBL要把握時間 趁這個機會 趕快把這個兵多爆一點 巨頭開始潛壓會比較好 現在保加利亞現在是 束手 完全沒有辦法可以反制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像這個配兵組成 那保加利亞這邊也沒辦法出弓兵 因為弓兵也沒辦法升級 這個就是保加利亞很麻煩的地方 只能打馬弓 但馬弓的造架 升級又耗費太多 難受阿 這邊想用近戰硬打的話 步兵是有一些優勢的 造架低廉 而且阿茲的步兵又特別痛 其實 又便宜又痛 以近戰來說的話 保加利亞真的是打不太贏 哇居然還記得要點手推車 OK手推車補下 127吋 保加利亞這邊是選擇 150吋村民戰術 但是4台巨頭架起來 保加利亞人這邊反制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沒有火炮 這邊一個護打 保加利亞的一個輕騎兵想要去抓生侶 但生侶被保護得很好 棒棒直接尻爆了這些輕騎兵的頭 後面有少量的長槍兵在後面駐守 直接阻止了保加利亞人輕騎兵後面的清洗 但正面的長槍兵跟 跟爆勇士死了一些 好但是後面的城堡已經垮了 更多的保加利亞的騎兵補了過來 正面硬尻要來決一死戰 目前阿茲特克的爆勇士數量來到剩下11隻 但是保加利亞騎兵是讓你變少了 而且這邊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基地 所以補兵速度比較快一點 這4台巨頭能夠拿下來的話 對於保加利亞這邊是非常賺的 這邊步兵配上保加利亞騎兵的一個策略 還是不錯的 直接正面硬尻 正面突破了阿茲的生侶防線 好第二波交戰 保加利亞騎兵再度淹了上來 好這邊互打爆勇士敲得還是很痛 保加利亞騎兵下馬之後也是迅速被打爆 後方勝率也在補血做招翔 但是後面的單位一直補了過來 阿茲居然被壓了回去 保加利亞騎兵一直遠遠不絕補了過來 但是支援有點見底 雖然是150村戰術經濟非常好 所以可以爆出這麼多的單位 但是阿茲的步兵還是比較省 即使只有135村還是可以繼續出 你看這裡人口沒有滿就很可惜 這150村戰術會變成主流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好MBL這邊步兵還是很省 直接爆出了一大堆 這邊轉出了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的話是不需要升級的 所以直接按出來是沒問題 但是暴龍士直接敲我幾下頭就沒了 所以我覺得不行啦 打Vinchester這邊應該就去打青騎兵 配保加利亞騎兵就好了 打雙手劍兵 我覺得不行 三棒就增八了 這個靠下超過三十分之一的血量 太痛了 保加利亞騎兵繼續淹了過來 這邊的一個護打 保加利亞騎兵數量越來越少 這邊一個大戰 那MBL槍兵配爆勇士 非常之省 黃金還有1600塊 但保加利亞這邊也是喔 他這邊按的比較多肉碼 保加利亞騎兵按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導致正面戰場 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那為什麼我覺得要繼續打保加利亞騎兵的原因 是因為保加利亞騎兵還是可以吃到馬凳技術的 馬凳技術增加33%攻速加成 還是挺有殺傷力的 而且加上大肉碼 其實也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保加利亞騎兵配大肉碼 以正面來說 看起來不是最佳一級喔 但是至少是可以正面 跟對方移戰的一個選擇 當然雙手劍兵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倒的速度太快了 雖然可以跟對方的長槍兵互打 但被爆的是靠三槍就死了 還是有點虧喔 好這邊是先招對方的雙手劍兵 後面又補下更多生女過來 後面有三隻青騎兵直接去砍巨頭 巨頭很快就倒了 但正面的長槍兵跟爆勇士 擊倒了非常多的 保加利亞騎兵跟雙手劍兵 正面的弱碼也是全部倒地 好這邊要拉更多大弱碼 到後面砍生女 生女也是硬生倒地 哇這個血量非常的快速 直接消失 但三隻生女還是在繼續招翔 MBL後方的銀壘又倒了一座 不是MBL 明確斯特 抱著太害了 好 華佳麗亞這邊村民直接拉出來 到右側 想要來挖黃金跟礦去 但黃金上也有三千多黃金可以用 那我覺得華佳麗亞人這邊可以 嘗試出現爐炮啊頭子車 可是還有生女的問題 這個還是又回到生女的問題 好煩喔好煩喔 哇這邊已經配到了七十一片農田 好洛瑪這邊傷害還是不錯 三隻 這裡的生女數量補到六隻 繼續補 MBL還有兩千多塊 這裡中補下了金冠協議科技 要來的時候協議硬打了嗎 最終是要走一個洛瑪 配上雙手劍兵路線 但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好消息啊 暴勇士21攻 靠劍兵有事只要三下 攻速又快 三下就死一隻 劍兵有事直接蒸發 哇沒了 這一波 收走劍兵死的超快 好第一波交戰 暴勇士拿到非常大的勝利 奧加利亞騎兵數量越來越少 因為營累越來越少 所以能產的數量並不多 奧加利亞騎兵 產能下降非常的 誇張 只能用雙手劍兵跟老鷹 不是老鷹 這個弱馬直接硬打 但雙手劍兵 終究還是扛不太住 棒棒一直尻的一個血量 下降非常快速 太慘了這個暴勇士好猛 暴勇士無形開敲 好奧加利亞只能退守到了 城牆裡 右方的礦區也是被踩住 這邊轉出了單道學 想要來增加一下 箭矢的準度 但這邊也沒有奴兵可用 要轉什麼呢 馬弓 這裡怎麼一隻村民怎麼進來 哎呀救救我啊 這個是間諜吧 間諜村民 怎麼可以走到這麼裡面 還敲了城堡兩下 這個村民有點猛啊 閃避子點滿 好阿茲這邊轉出了裝甲步兵 雖然不太懂裝甲的用意是什麼 我覺得繼續出暴勇士就可以了 好暴勇士繼續扁 傷害非常高 後面大洛馬也是想要偷拆巨頭 但是也是沒機會 前後方座有大量步兵 直接在戰場上面 兩邊看起來是阿茲還是戰場的上風 明確實這邊經濟開始下滑 人口已經不足150人口 剩140 村民也是變少 這邊明確實打出了GG 哇 如果說是保加利亞多一點 因為落馬比較貴 農田也來到70幾片田 那43生物的產能還是太好了 等於4生物 拿到了3000多房間 幾乎是對手的一倍了 那目前看起來暗變了 這個打法還是中規中矩 不會說有什麼太奇怪的地方 槍兵配爆勇士 確實是解保加利亞人 一個很好的打法 看來他也是有研究過 這個城堡一倒 他應該也覺得沒機會 明確實這邊的打法 可能還是要出點馬功 會比較適合這個戰術 馬功配肉馬 甚至再加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可能會好一點 可是他覺得 他可能覺得這個組合太黃金陣容了吧 因為這個黃金確實要 升級滿多東西 重裝馬功 安息人戰術 還有拇指環 弓兵護甲之類的 彈道學化學 三級起來 也是要好幾千黃金 他可能覺得 直接轉馬功的話 這個消耗產能 太過誇張了 最近自己已經升級了 保加利亞騎兵 如果再升其他東西 確實是一種負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下和請見 我們下心心 我們下試 igual 我想我們下支付 我們的文件 我們下支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